英文也有在在不分的語言矮嗎 你知道那個在跟那個在是什麼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The short answer is yes 至少我覺得這就是等同我們的在在不分 但你有沒有同意不知道 看了就知道 我們就這邊看三個不同的Fest Hall 但不是第一個就講 我們來鋪陳一下下 第一個說的是 他跟他目前的我現在讀一次 My relationship with my current partner Started off as an affair We have now settled down And are co-parenting our kids Although I am settled Things are now boring And I'm not fully happy The novelty and excitement of our affair Wore off quickly As soon as we settled down 好所以 這邊在說什麼呢 他說的是他 跟他目前的這個partner的關係 一開始是婚外情 所以這邊這個an affair Affair這邊就是婚外情的意思 這當然也不見得一定是婚外情 就有可能是事物 所謂的事物就是一些像例如說外交事物之類的 這個詞其實不是新的字我們還蠻常看到的這個事物 但是講在關係中的話 affair就是我們說的也不一定是婚外交往關係外的 總之小三這樣子情侶有了第三者也叫做affair就是了 那started off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加一個off就 除了start之外 有時候會加這麼一個接系詞在後面 或者應該講副詞在後面當成一個片語使用 所以開始是一個affair 那這邊男女我們是完全看不出來的 所以他的current partner 講的就蠻隱晦的 不太知道限別 那他們現在就已經settled down 所以settled down這個詞 我們很快就先講一下settle本身就是一個動詞 你加了一個down變成一個動詞片語settled down 是不太一樣的 settled down的意思就是 我們中文常講的 你這個人該定下來了 40多歲了35歲以上了 該定下來了 該結婚生小孩或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叫做settled down 那也不一定是人生的關係的 你也可能說是 你人生前半段都一直飛來飛去 公司派出差之類的 那可能你的爸爸就跟你說 你現在過了幾歲了 你不要再飛來飛去了 你該定在一個地方 好好的居住 好好的不要再變成是像一個 像一個該怎麼說呢 像三毛一樣到處流浪 你可以停止流浪的人生了 你可以settle down這樣子 所以總之就是定下來了 你大概懂 那如果只講settle 不加down的話是什麼意思的 我們常常的 我們一般的理解是 就是你妥協了 妥協了 那這個妥協也可以用在 法庭的 就是法律的這一種 就我跟你之間 我告你你告我什麼之類的 那我們 統一和解了 那和解就是settle這樣子 所以你的這個 the other party is willing to settle 那how much money would you ask 你看要多少錢 他給你多少 他決定就和解settle這樣子 所以這個settle 我們剛剛一方面說 可能是和解 另外一方面可能是 你就妥協了這樣子 所以妥協跟和解 我覺得層面上是有重疊性 對不對 好 和 妥協 像我 我本來想要告你讓你去坐牢 結果最後我妥協了 只跟你拿了100萬就沒事了 這就叫妥協嘛 對不對 所以跟和解在意義上差不多 所以在人際關係上 如果你說你settle的話 也就是妥協 妥協什麼呢 我本來一定要取一個 身高170位以上 體重60公斤以內的一個 然後 G罩杯的正媒 但是我找了半天找不到 找了10年20年 我年華我也老取 我越來越老 雖然說男生一般講 越老越值錢 可是我卻越老越沒錢 所以最後呢 我就妥協了 我就取了一個 我不要列出一些數字 因為聽起來好像 好像這樣子的數字 就是比較糟 沒有啦 所以其實我們說美 是沒有一個公定的標準的 所以總之呢 我可能就把我原本的 這一個東西打了個折扣 那取了一個 我覺得或許 原本我覺得不是 那麼完美的女生回家了 這個就叫妥協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常就會覺得 婚姻這件事情 或者你跟一個人定下來 這一件事情 不能 不能讓人家感覺你是妥協的 因為對方一定會覺得 乾 那媽的 你覺得我是你的妥協後的結果嗎 一定心裡會很受傷 所以他這邊講的都是 settle down 所以是沒錯的 因為他們就定下來 好所以回來這裡 we have now settled down cool and are co-parenting our kids 然後就一同教養他們的孩子 這裡的co-parent應該沒問題 因為parent就是父母嘛 所以一起加一個co 那至於這裡的kids 嗯 所以我對這兩個人的關係 其實充滿了 呃 無未知 可是沒有關係 因為它不影響我們對故事的理解 所以說不定他們原本歌詞都有孩子 所以他這裡才說 co-parenting our kids 那有沒有可能是對方有他沒有 然後一樣co-parent 或者是他有對方沒有 然後一樣co-parent 或者他們自己生了 來當co-parent 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again這不是重點 我只是告訴同學 這裡其實是有一些 寫作上故意的不清楚 OK 這個叫 我希望同學是看得出來的 OK 否則他可能 我會猜可能不是他們自己生的 因為如果是他們自己生的 他前一句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會說 so we have now settled down 然後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現在co-parent我們的小孩 我會覺得他可能應該會這樣講 那他沒有 他選擇沒這樣講 就會讓我覺得應該不是他們的 這都是弦外之音 這不是重點 接下來說了 although I'm settled 注意喔 他並不是說although I settled 所以如果說他是I settled 我妥協了 就表示那個對方其實沒有很好 他妥協了 可是不是 他說的是I am settled 所以這裡又沒有 我剛剛講的那一個妥協的意思 這邊變成是settle down的意思 這樣子 就變成被動的時候 跟主動的意思 畢竟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OK although I'm settled things are not boring 所以他現在 本來說 昏外情很刺激 那昏外情的這個新鮮感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無聊了 things are not boring and I'm not fully happy 他就不完全是快樂的人了 所以一開始的這個興奮 這個新鮮感 新鮮感的英文 這裡就給你看了 叫做novelty OK Novelty Novel idea 新想法 new idea novel idea novelty就是一個名詞 你可能想說novel不是小說嗎 哇 again 但是novel這個形容詞 它可以是新的這樣子 好 novelty of an excitement of our affair wared off quickly as soon as we settle down 所以這邊又用了settle down 所以他們一定下來 他們的新鮮感 跟這個興奮感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wared off 就是wared off的過去式 所以我們應該也講過 這個wared off就是一個東西 慢慢的消耗殆盡了 慢慢的就效力沒有了 OK 你吃一個藥 就這個藥的效果 可能在三個小時後 漸漸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就叫wared off 過去式 好 第一個故事 就這樣子 有什麼啟發嗎 我也不覺得 不知道 反正就這樣 來第二個 這就是我們的要重點的故事來的 during nice texts with my wife she messaged you're adorable the patent in me managed to wait two whole minutes before replying it's your not your but thanks cost a massive row and I would do it again 好 我覺得這個很可愛很好笑 來來來我們再看一次 所以在她跟她老婆的這個 好好的 心平氣和的 很有善意的這個 傳訊息的過程中 so during nice texts 強調nice text 兩邊都是 很friendly的 跟她老婆 那總之 她老婆傳了一個訊息來 she messaged you're adorable 好朋友 yo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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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也看得出來 能夠辨識得出來 畢竟這個是我們 學英文的起點 大概在頭幾課就教到了 所以 這裡的重點到底是什麼 這就是類似在跟在不同的分別 就在跟在會搞混一樣 就很多的外國人 母語人士 其實your跟you epre是搞不清楚的 為什麼搞不清楚 你看我們剛剛說 我中文的在跟在 是不是發音上一模一樣 沒錯吧 在在 我用講的你根本也聽不出來 那這個 這兩個字 英文的字 它的發音 其實也是一模一樣的 你可能會想說 不一樣啊 我國中的老師有強調過 你的是your you are you are you are 我不知道會念成怎樣了 可是 我必須要說 其實他們兩個發音 真的是一樣 OK 所以your you are 變成your your your 那就跟your your 就一樣啦 OK 我沒有辦法 就是假裝好像他們是不同的 念不出來 所以他們在很多的時候寫作上就會把這兩個搞混寫錯 所以他老婆就寫錯了 所以在他的跟他老婆的nice text 也強調nice text 當中呢 他就傳訊息給他說 you're adorable 哦你好可愛哦 所以老婆稱讚老公好可愛 可是他的 你的 你很可愛 變成了你的很可愛 就是your your your 那這位 我們就只好假設他的老公了 所以這位老公呢 他本身就忍不住有這個學舊 像我們台灣人一樣嘛 喜歡糾正人家 在在不分 所以這個 the patent 這個 petent 這個字就是老學舊 老夫子之類的 所以 the patent in me 所以在他的心裡面住的這一個 the patent managed to wait two whole minutes before replying 所以他就總之啊 等了兩分鐘才回他老婆 因為他就必須 他就是 我先消一下怒火 ok wait two minutes two whole minutes 然后才回應 那回應呢 他就還是 他忍了兩分鐘 但是還是忍不住 还是糾正了他老婆 所以他就說 it's you are your not your for 是在 不是在 ok 就糾正了他的這個在在部分 然後面當然說 可是還是謝謝啦 but thanks 那你說被糾正人會不會開心 當然不會 對不對 所以他就造成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爭吵 一個row 這英文 英國人很喜歡用這個字row 我們一般在美式的英文理解 這個字多半就念roll 那這個roll就是划船啊 搖槍或之類的 或者講說一個東西連續發生 像例如說 什麼什麼NBA球隊連勝了三場 這樣子 so three three game so won three games in a row ok three games in a row 就是連三場比賽 這樣子 in a row 就是連續的 但這個字在 英國人的嘴巴常常念成roll 那就是 吵鬧紛爭 這樣子 so cost a massive row 他事實上這裡也打錯一個字 呃就好了 不是N 我們也可以糾正他一下 嘿嘿嘿 好 那重點來了 他說and I would do it again 所以即便跟他老婆吵了一下 要是他今天還是再再不分的話 他還是會再糾正他一次 I would do it again if she committed the same mistake again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可愛的一篇 來 再看一篇好了 不然覺得有點短 第三篇說的是 I spent a lot of time streaming albums from the 80s and 90s that I don't particularly care for It's just that I can remember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them in the HMV version and our price and the pent-up desire lingers 結束 這篇我看了有點感觸 所以才把它也拿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這人說 他常常花了很多的時間來去串流一些專輯 80年代90年代專輯 So I spent a lot of time streaming albums 所以這裡的streaming就是串流 串流平台啊什麼這些的 例如說spotify啊Netflix啊 YouTube算不算我也不知道 所以spend a lot of time streaming albums 所以album是專輯可以 從90年代80年代 from the 80s and 90s 所以這個80年代90年代寫法 數字寫下去 那要加s 因為就是從80 81 883 885 86 89 這麼多年 所以它是複數的 90年代幾年代都一樣 所以你就加個0加個s在後面 複數的 那一定要加the在前面才可以 ok 因為也沒有別的了 就那麼一個 就那個80年代 那個90年代 好ok so from the 80s and 90s 而這些album其實它根本也沒有說多喜愛 so that I don't particularly care for 所以care你知道可以是關心在意之類的意思 所以它其實根本沒有在意這些專輯 它也沒特別喜歡 可以齁 那 所以下面接下來這一句其實就是一個 常常聽到外國人會用的英文句型 It's just that 怎樣解下去 ok 所以把它bow的起來一下 It's just that 這就是一個強調去的用法 ok 你前面說了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你後面想要釐清一點事情 那你要釐清的部分就是 It's just that 然後再解下去 ok 好 所以它會串流這些專輯 那可是我卻沒有很喜歡這些音樂 那當然你心裡就有疑問了 那你串流它幹嘛 所以它下一句當然馬上就解 It's just that I 好 所以我就只是 ok 我就只是只是怎樣呢 這個指示就是這個just 我就只是能夠深刻的記得 深刻記得在當年的我 是沒有辦法買得起這一些專輯的 好 所以這邊有 我特別把後面這個一樣highlight起來 我如果你沒有看螢幕那很好 我希望你是跟著我一起思考一下 如果你今天用中文說 我深刻的記得當年的我買不起那些專輯 好 好這個中文聽起來很簡單 我深刻的記得買不起那些專輯 那這因為要怎麼講 所以我深刻的記得你能深刻拿掉 我記得 所以I can remember 這目前沒問題 那remember後面要加什麼 加了是不是否定的深刻的 就我記得買不起這些專輯 所以買的話是buy對不對 但是買不起的話可能就不是用by這個動詞了 我們有時候負擔不起叫做afford對不對 所以I remember 那afford的話就不能用成一個動詞 因為remember已經是動詞了 所以你要把afford變成名詞才可以 好我呢我記得我買不起 可是而且還是否定的 那可是如果你說I remember 然後加一個not 好否定 affording 那是負擔不起 可是有能力負擔得起 沒有能力負擔得起 這裡會中文或英文都可以講成這樣 好我深刻的記得我沒有能力能夠負擔得起那些專輯 所以這個能力的部分要把它翻進去 欸也可以 所以總之最後他他就寫出了 寫成了I can remember not being able to 所以這裡的那個be able to這個片語同學應該是熟悉的 就I am able to do something be able to 這是一個動詞片語 那你要把動詞片語變成名詞的時候 就把be動詞變成 就把動詞變ing嘛對不對 就動名詞嘛 所以這個be able to的be就變成了being able to 那後面再加那個afford 不定詞這樣子 所以I can remember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them 好所以希望這樣是沒問題的 OK 當然你要其他一些寫法 I remember my inability to afford them 其實也是OK的對不對 所以not being able to 你把這個able變成了名詞 就變成了ability 那把它變否定的呢 就把ability前面加一個in 也就變否定了 So I remember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就可以說成 I remember my inability to afford 好 所以有的時候 英文這樣轉來轉去 看你的英文程度到哪邊 換句話說有的時候是 對有的同學來說是困難的 那但是希望在這個頻道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 換句話說的方式 好 所以總之回來這裡 他就能夠記得買不起這些東西 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就電 這些CD電 其實Tower以前 台灣有那個Tower Tower Records 國外也是有 不過他沒列出來 Tower可能比較是美國的 那他這邊列的一些我相信可能是英國的 HMV Version 或者R Prize 這幾個大概都是唱片行 這樣子 而他在胸口裡的那些累積起來的欲望 就是還在滯留著 所以他才會一直去串流這一些轉機 所以這些累積起來的呢 我們就 你當然可以說Build Up 這是一個說法 可是也有常看到的一個這個叫做Pent Up 所以就學一下下 這是一個Pent Up 那Pent Up後面可以接什麼樣的名詞呢 你有一些累積起來的怒氣 所以可以有Pent Up Anger這個詞 那這邊用的是Pent Up Desire OK 那還滯留著 動詞就是Linger 所以加個S 因為是第三聲單數 So and the Pent Up Desire Lingers OK 滯留著不走 那其實我心裡也會有這種東西 你知道嗎 就小時候愛打電動 可是又沒有錢買得起 遊樂器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年紀到了 想買什麼說真的也買得起 可是 因為從小是窮羊長大的 所以你要我花錢去買一個PS5 加上VR 2 我也實在是覺得沒那個必要 因為我會覺得放在那裡可能玩兩三天也就不玩了 那但是我Steam的遊戲是滿滿多的 所以要是有同學玩Steam遊戲的話 可以大家分享一下玩些什麼樣的遊戲 買Steam的遊戲我倒還滿不手軟的 因為有時候可能一千塊或者是一千多塊錢的遊戲買起來 可以玩個一陣子 我心裡會想我今天跟朋友去唱個歌 可能要花個一千塊 買個遊戲玩個好幾天 是很值回票價的一件事情 Anyway 來把這個再讀一次 I spent a lot of time streaming albums from the 80s and 90s that I don't particularly care for It's just that I can remember not being able to afford them in HMV version and our price and the pent-up desire lingers OK感同身受 好 所以希望今天講這些東西能夠對你有點幫助 所謂的中文的在在部分 在英文上有類似的一個邏輯 就是你的跟你是什麼東西 Your 發音都是Your 聽是聽不出來的 但是大字可能會外國人是會搞混的 我們台灣人不會 一般來說 就是英文的這個second language的學習者反而不會 因為這個東西在我們的觀念裡其實蠻基本的 而且我們又常常不中發音 所以我們會覺得他們兩個發音好像不一樣 殊不知從母語人士的角度來看 他們的發音根本是一樣的 好啦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